老花姨养的这些球兰呢又开花了 很多话说老花姨球兰怎么养我都不会 球兰你记住五个不要 第一个是不要强光暴晒 不是说不让你晒太阳 这种光照可以晒 不让你强光暴晒 阳光直晒 你像咱们家里边有那个晾衣架 你挂到上面 正好阳光晒不到 墙面地板反反光 玻璃之类的反反光 就够它生长的了 不用强光暴晒 明白了吗 你如果说室外的话 你可以放到葡萄藤啊 树底下那种感觉嘛 稍微给它折折硬的那种 第二个是不换盆 不换土 很多的话买回去以后 把土球打散了 你把土球打散它干什么 我要换土 你换土干嘛呀 还有的话是换个大盆 别换盆别换土 因为它这个根系啊 只有在长满了 你看像这样 长得稍微满一点 满一点之后呢 有时候憋着它这个上面 长气根 看到了吗 枝条上面会长气根 只有在这种时期了 它才会爱开花 这叫发育成熟了 它自己认为发育成熟了 才爱开 明白了吗 所以说不让你们换盆 不让你们换土 如果你感觉这个盆难看 你套一个花盆 掉起来就完了呗 还有一个是呢 就是不修剪 因为它每次开花 你像这个 每次开花 它有个梗吗 就有点像我大舅子的 小丁冲 一个的 有的花手开完 就把它剪了 你剪的干什么 它每次开花都在这 你剪了 你再怎么开啊 不修剪 明白了吗 最后一点的就是 不干不浇 你摸一摸这个盆土 你摸摸干了吗 顺手的摸一摸这个叶片 叶片稍微有点发软了 盆土稍微干了 浇水浇透不怕 你又不用换盆 这么小盆 你可以低楼下来 泡水桶里面泡一泡 喝个透水 你得挂上去呗 你看 不曝晒 不换盆 不换土 不修剪 不干不浇 只要温度在5度以上 如果是北方的初步 冬天没有地暖 没有暖气 就多给它晒一些光照 一样可以过冬 就这么简单 学会了吗 有的话我都老是埋怨 你想要的开花的话呢 尽量的多给一点光照 再适当的用一点 零酸二性价 就会更挨开 明白了吗 但是前提条件是根系砸满盆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关注一片 关于球栏的养护 相信大家都学会了 记住5个不要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吃吧 嗨 嘿嘿 嘿嘿 词